現在有許多人的生活 離不開臉書 泰國最近有兩名佛教僧侶 是利用臉書直播講解佛法 吸引不少粉絲 觀看了人數最高超過兩百萬人 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另類網紅 但是佛教界卻批評 他們太不端莊 也因此讓他們遭到國會調查 拿著輔助道具 對著鏡頭邊講邊匕首畫腳 不時還發出笑聲 這兩名僧侶瓦剌萬諾 和塔拉普托 是泰國最近人氣很高的網紅 他們每週五晚上在臉書開直播 用淺顯易懂又有些搞笑的方式 講解佛法 他們起先是因為泰國寺廟近年洗錢毒品性寵文不斷流失不少信徒而有了開直播的念頭結果效果意外的好 最近幾週一開直播幾分鐘內就有數十萬人觀看 高峰時高達兩百萬人 瓦剌萬諾的粉絲數也在一個多月內暴增百分之八百達到兩百五十萬人 兩人直播時會及時回應網友問題跟傳統單向式的步道模式很不一樣 深受年輕人歡迎 但部分佛教人士認為邊講佛法邊搞笑相當不莊重 國會的宗教委員會 九月也傳喚兩人 要求減少開玩笑和不當行為 用新潮方式講佛法 在泰國社會仍有爭議 共識新聞 徐萬寧編譯